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 在科幻电影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场景 翱翔在太空中的宇宙飞船 在一片火光中被炸成碎片 同时发出巨大的暴露声 在看电影时,因为惯性思维 我们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 但是在太空中真的有声音吗? 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那样 事实上,根据声音传播的原理 没有物质充当介质 人类是听不到声音的 它需要有分子或粒子将振动依次传到人的耳朵里 而外太空又是一个真空环境 声音在这里是没有办法得到传播的 但是你可能会想 太空中有很多天体啊 而且旧恒星留下的星际气体和尘埃 不能充当介质吗? 这些气体粒子不能传播声音吗? 确实它们有携带声波的潜力 但是与地球上的粒子不同的是 这些粒子分布得很广 它们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 以至于不能产生交流 就算它们能够承载声音 生产的声波频率也是很低的 它超出了人类的听觉能力 就像光一样 声音也是有频谱的 人们可以听到的声音 范围大约在2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 任何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的声音 出现在我们耳边 都会被我们忽略掉 当声波通过时 它会引起空气压力震荡 这些震荡之间的时间 表示以赫兹位单位测量的声音频率 所以声音可以在太空中 以电磁波的形式存在 在相似的波长中传播 特殊仪器可以记录这些震动 并将其转换成我们耳朵能听到的声音 早在之前 美国宇航局就已在太空中 使用钱德拉X射线 天文台等高度敏感的听觉设备 录制了歌曲 各位网友 你可以去听一听 这样来自宇宙的声音 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毛骨悚然 也可能让你觉得自己越发渺小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 想了解更多有关天文的小知识 记得关注我们